崩頓市發生一宗明目張膽的偷車案 一個男人將嬰兒放上車後 從屋內再帶女兒上車時 一名歹徒出現企圖開走汽車 幸好過男事主力抗偷車賊 整個過程被監控電視拍下 何家碧報導 畫面所見就是偷車賊近乎開走汽車的一刻 當時後座還有十個月大的嬰兒 事件發生在崩頓市星期日中午12時半 男事主將自己十個月大的嬰兒 先放到泊車道汽車的後座上 再走入屋內 此時突然一部汽車在馬路上急停 一名戴口罩戴帽的男子下車 跑向司機位試圖劫走汽車 男事主剛好在屋內出來正準備帶個女兒上車 見狀立刻渴止歹徒 當時手上仍然抱著個女兒 汽車開始倒後時 男事主嘗試阻止 未駛出馬路 帶途決定放棄 並且跳上在旁邊等候的汽車逃離現場 沒有人操控的四驅車流向前 撞上車房門 男事主報警 警方呼籲公眾提供線索 並且提醒市民提高警覺 另外警方正在調查昨晚發生在伊圖碧谷和墨西沙加的劫車案 一名疑犯在區內劫走一部汽車 不過逃走期間撞到一部貨車 疑犯下車劫走貨車 不過在開車期間再撞到另一部迎面而來的汽車 結果事件涉及7部汽車 一名女子受傷送院 30多歲的疑犯在現場被拘捕